大家好,我是顾余希,近日,网络上传出一个视频,是歌手贾大为在国风浩荡这个节目中批判歌手朱志文,他说道,老百姓喜欢你们,因为你们是农民,如果你们把自己称为艺术家,连门都没有,边都不沾,你不就模仿了两句别人唱歌,你以为老百姓就喜欢你了吗?不是因为你们唱得好,才让你们农民上去唱歌。 蒋大为还说,你们出名是因为党的政策让你们出名,不是因为你们唱得好,是党给了你们平台,让你们出名,让你们挣大钱。 蒋大为在说这段话时,语气中充满了对农民暗绰绰的讽刺和歧视。事实上,这个社会对农民的歧视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社会上,因为你是农民,你的孩子就不能在城里入读专门为城镇非农户孩子办的失资幼稚的幼儿园和小学。 因为你是农民的孩子,你的高考分数只有达到600多分,也许才有机会考取英属全体国人的清华和北京大学。 因为你是农民,一些铁路、银行、重化工等优越工作岗位也许永远与你无缘。 现在,因为你是农民,你的歌唱得再好,你也别想当个艺术家,你要永远记住自己农民的身份。 可是变身罗奇者,不是养残人。 从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2006年,一直是农民交着工粮作为国家粮食来源的一部分。 在交通部方面的20世纪末,所交工粮基本上靠人用扁担,用尖挑。 除了交工粮,广大农民工群体更是为国家,为城市的建设,无怨无悔的奉献了青春。 为城市的发展,干下了最低贱,最脏,最累,工资却最低的活。 都说职业不分贵贱,只是社会分工不同。 农民的社会分工,就是为社会提供粮食。 也许这样的职业并不高端,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它不重要。 没有了农民,我们都会被饿死。 所以为什么要歧视农民?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成为艺术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你们看不起的农民歌手朱之文, 却在1月31日,骑着三轮车,独自到郭村镇政府, 将书包内捆扎结实的20万现金,通过当地政府转交武汉,用于战役需要。 然而那位城里的歌手蒋大为呢,你因为灾区捐身过一分钱吗? 你口口声声说,感谢好政策,怎么还全家移民加拿大呢? 你就应该留在祖国,享受好政策,并且为灾区捐身力量呀。 你又有什么资格批判农民歌手,你又哪里比农民高端呢? 老百姓喜欢你们,因为你们是农民。 是草根。 哎,如果你们把自己称为艺术家,你门都没有,边都不沾。 对。 对。 有农民寨。